各位連友,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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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 好像沒有聲音 後面聽得到嗎 是有聲音嗎 剛剛我們主法法師跟我反應說 我們學員有一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念佛音調的問題 也就是說一般的念佛不是四字就是六字 而且都有個韻律有韻調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念佛不是那樣 跟人家不一樣是第一次聽到的 為什麼要這樣的念佛呢 它有什麼特色嗎 這是有關念佛的音調 再來的話 是一般念佛如果以四字來念的話 眾音都放在阿阿彌陀佛上 那我們好像眾音不是放在阿字上 還有有關九頻往生的問題 早上我們追法法師反應了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有關念佛音調的問題 我們念佛是念台語 台語也就是閩南語 閩南語也就是河洛化 河洛化也就是中原地區 隨唐時代和民主的固有語言 我們經典的翻譯就是在那個 主要在那個時代 那個地區 然後是用這一種語言所翻譯的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哪裡呢 這個必須要說個原因 說這個原因就有一個起頭了 在我還沒有出家之前 也都有在念佛 那麼每一天早上打坐的時候 也都是念佛 我對這一句佛號 可說非常的喜好 那麼因為喜好這一句佛號 因此有關這一句佛號的方方面面 都會加以留意收集 比如說這一句佛號的音調 四字音六字音還有哪一些音調 我都會去學 甚至呢 去錄下來 甚至進一步呢 去做這個錄音帶 那個時候沒有練佛機 那做錄音帶 就是把那個音調錄下來 做成錄音帶 可以時常播放的 那個時候的念佛的音調 如果是六字音 如果是六字的話呢 有六字一音 有六字二音 有六字五音 有六字七音 那如果四字的話呢 就有四字四音 四字五音 或四字七音 最多的話是四字二十音 那四字二十音呢 是在那個五會練佛 那個調裡面 那我都會去學 那我都會去學 會去把他練 給他學起來 四字二十音是在五會練佛 五會練佛大家知道嗎 知道 四字二十音會練的 請舉手 好 六字一音的 只要是 燦雲法師 他佛妻的時候 他繞佛都是用一音調的 那六字五音 就是拜佛的時候 就用六字五音 那那一種調呢 一聽起來 感覺到是很懇怯 但也很悲涼 很創傷 涵蓋著一種 懺悔的 誠懇的 誠懇的 祈求的 內涵 那二音的話呢 譬如說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比較輕快 還有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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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的 阿彌陀佛 也就是零元山的吊 大陸零元山的吊 那如果四字四音的話 最早就是那個從台中流出來的 就是台中聯社啦 那這個聖韻法師也特別有做這個唱片 因為早期還沒有錄音帶的時候是唱片 那我都也馬來聽 也很好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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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有最鼎鍊的阿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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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釋 veut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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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生 讓人家這個就很提神 很提神 要睡覺嘛 練這個調 就可以不用睡覺了 我來練一篇看看 這個都是30 幾乎快40年前的了 那很少練這個調 不一定練得起來也不一定練得好 阿嬤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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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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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向山練佛會 有連友想聽看看 那當下我就練出來了 那他們在旁邊有錄音 結果那個錄音呢 有人去做這個光盤 配上這個音樂 可以像我們這個單位所取 我們這個單位有月刊 還有劫遠的書將近百本 還有一些法務 還有這個練佛機 都是劫遠的 歡迎大家所取 那麼金山會有練佛調呢 它是很高昂 很高亢 陰節又很長 如果氣力不夠 氣不長的話 也練不下來 年輕的時候 很喜歡練 那現在呢 也練不來了 而且覺得呢 這個淨土法門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意 意行道的意 容易的意 簡易的意 教理上也好 行詞上也好 如果不合乎這個意 那就不是淨土法門 也就是說 教理上對我們來講了解呢 是容易的 行詞上 方法上也是容易的 往生肌肉世界 也是容易的 它有這個意的這個特色 如果覺得念佛困難 往生困難沒有把握 淨土法門讓你理解 那就是不意 那就不是淨土法門 現在呢 這個金山佛佛練佛調 我來練看看 它是練這個 水煉那麼阿彌陀佛 釋迦如來是佛佛 因為金山佛佛呢 它多少也是水產的 那以煉佛來產是水 所以說水煉那麼阿彌陀佛 意思就是說 這個煉佛 煉那麼阿彌陀佛的是水 那有人稱他佛佛 他說他不是佛佛 他說釋迦如來才是佛佛 我不是佛佛 我是彻彻底底的凡夫 是有那種意思 水煉那麼阿彌陀佛 水煉那麼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對 嘆叫你 火馬翁 ь祈一哥來aut hand 風彦陀佛 風彦 和炬墓 誰煉那麼那便 薄魚被淹蒙佛 眼淚是真是佛佛 各位連友怎麼樣 好不好聽 那好練嗎 好 不好練 你這個作為自己修行練武的方法可以嗎 這個吊詞是從水聽來的 是從一個樂觀老法師那裡聽來的 樂觀法師以前在蘭陽曾經跟金山佛佛同事 共住過幾個月 所以對金山佛佛人還沒有到 這一個練武的聲音就先到 而且對這個練武的音調都很深刻 在民國七十六十六十七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這個福光山佛水研究部是在台北 那個時候 台北的浦門寺是在松江路 也剛開創不久 有一天樂觀老法師到浦門寺來 那我們幾個出家眾也在旁邊 那就聽了他講這個 以前的種種種這個掌故故事 那談到金山佛佛的時候 他也當下練了這個吊出來 那當然他練的也比較短 那我對這個吊一聽也很喜歡 那也就把他呢 這個因為有錄音嘛 那麼那個時候的柱子慈容法師 曉得我喜歡佛號 所以就把這個聲音一聲而已 就轉入成一個錄音帶 然後拷貝一份送給我 那我就拿著這個錄音帶有空的時候 然後呢 有一段旗艦是在這個 彰化浮山寺 浮山後面的靠山的地方 就一方面聽 一方面呢很高昂的 來練這一句 那感覺整個山呢 都有回音 所謂空谷回音 那麼經過了 在這個 出家 帶領大眾的共修 跟一般聯友 尤其是初學的聯友的接觸 同時 助練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在思維啦 這個 練腐的音調這麼多 那道場呢 各個地方 共修的 所練的 也不一定是一致 同時 這個 音調 練腐的音調 都有高低長短 有韻律 聽起來 感覺呢 是很好聽 讓人家覺得呢 也神情愉悅的 很 能夠呢 合乎我們 凡夫 的那一種感情 感性 乃至呢 喜怒 哀 樂 愛 悟 欲 的這個七情 配合我們的七情 但是呢 你覺得 他不能夠 普遍化 不能夠 落實在 我們平常的 生活當中 生活化 我就在想 有什麼音調 是一個音調 能夠統一 所有的道場 對這個音調來練 而且能夠輕鬆的 容易的 不管是老餐 修行很久 還是出雞 剛入門 剛起步 在學 同時 又能夠落實在 生活當中 的這個 行 住 坐 我 走路也可以練 靜坐也可以練 拜佛也可以練的 我就在思維這個 問題 最後呢 我覺得 就以我自己的 練法最好 因為 我早上起來 都是靜坐練佛 上一次有跟大家提起 早晨 有三靜 大家記得嗎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內心 心靈 是靈靜的 第二個 環境 環境是安靜的 第三個 空氣 空氣 空氣是清靜的 最重要的是 心靈 心 我們這一顆心 一天二十四小時 當中 什麼時候 最平靜 什麼時候 最平和 什麼時候 最沒有妄想雜戀 心 最沒有 激動 這種環境 是什麼時候 早晨 那可正 早晨這一種心靜 要不要培養 要不要維持 要 如果我們能夠培養 而且維持在 我們的 白天 當中 那麼可見 我們 逢遠逸境 這個 處世代表 人 都是呢 和氣的 和蔼的 都是呢 謙卑的 謙讓的 各位學員 對不對 那要怎麼培養呢 對 一般就是靜坐 靜坐 那麼修行人呢 都會把握造成 這一片 這一片 寧靜的 心 還有 安靜的 環境 所以 到場 都會做 找課 那 我們呢 就是 靜坐 那 我們靜坐 其實 我們雖然 外表 是坐在那裡 正身 端坐的 可是呢 我們的內心 不知不覺呢 開始 浮動起來了 起鍊頭的 靜 靜不下來的 因此呢 必須要調心 那調心呢 就跟調喜 調呼吸呢 就互相有影響 那麼調身調喜 又跟身呢 身體呢 也互相有影響的 所以靜坐呢 就講這個 調身 調喜 跟調心 一般調身 靜坐 就是七支做法 七個部位 正確 端正了 那麼就是一個正確的 這個 靜坐的姿態了 七支做法就是 第一 盤腿 腿呢 要雙盤 不然單盤 總之就是盤腿 讓它呢 能夠 七平八穩的 合乎 靜定 所以 就是強調盤腿 所以我們連友呢 靜坐呢 盡量盤腿 以雙盤為主啊 不過雙盤追得太難 那就單盤 單盤不能 那就是呢 交腿就好的 我們這個法門 易行道嘛 還是要回歸易 七支做法 第二就是手 手怎麼放呢 就是結印 盤腿結印 結印就是 手掌跟手掌呢 膠疊放在大腿之上 膠疊放在大腿之上 然後呢 第三就脊植 就是 這個脊椎骨 要平直 第四就是平胸 胸要平 第五呢 就是要呢 收下顎 第六呢 就舌尖頂上耳 第七就是煉目 一個身體 這七個不會管好 就是一個正確的坐姿 這個七支做法 至於調息呢 一般呢 就屬這個呼吸 屬呼吸 所謂眼觀比 眼觀比 眼觀比 鼻觀心 那是調這個呼吸 數出氣 或者是數入氣 從一數到十 那這調心的話呢 就各個不一樣 那以我們念佛的法門來講的話呢 我們呢是 調息啊 調呼吸呢 歸在調心上 心調 呼吸自然調 那調心就是 以這個煉佛 為調心的方法 因為我們是淨土法門嘛 我們不是為了靜坐而靜坐 我們不是為了驚醒而驚醒 甚至呢 我們也不是為了拜佛而拜佛 一切都是為了煉佛 一切呢 是為煉佛而服務的 是因為煉佛而需要的 如果不是煉佛的話呢 那麼那一些就未必需要 因為我們淨土法門 就是 以煉佛為主的 阿彌陀佛是我們所信的對象 所依靠的對象 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可以 什麼都沒有 乃至呢 可以 殺身 捨身 儒家來講 這個 殺身承認捨身取義 那我們呢 可以為彌陀 盡行受 獻生命 所以我們這個法門的核心 我們這個法門的根本 我們這個法門的本尊 就是獨一無二的 絕對的 絕對的 唯一的 就是 那麼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一切呢 回歸彌陀 那麼 一樣 我們的對象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對象也是我們 固然有十方世界 有十方眾生 可是呢 阿彌陀佛對水 對我們 對我 對信他的人 這個千江有水千江月 月亮高高在天空 月亮對什麼 對這個水 你沒有水的話 月亮顯現不出來 那麼月亮顯現不出來 他高掛天空 又有什麼作用呢 失去了目的 阿彌陀佛呢 他的存在 就是主動的 積極的 平等的 無條件的要救度我們 他呼喚我們 十節以來 每日每夜每分 每刻每秒 都在呼喚我們 都在拜託我們 都在祈求我們 要我們呢 給他救度 所以我們呢 信受彌陀 就跟阿彌陀佛呢 就合拍了 就融為呢 一體的 我們不分離了 就跟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跟我 所謂基法 一體 佛反 不二 所以對我們來講呢 一切 未練佛 存在 一切未練佛 服務 所以我們早上起來 打坐 靜坐 就只有 阿彌陀佛 就只有練 阿彌陀佛 那麼那個時候 心很平靜的 很平和的 很安詳的 那個時候 要我們去用唱的 有高低長短韻律 比較呢 不相應 比較不相應 大家可以體會看看 因為這是我長期 一直以來 天天如此的 那個時候 就只有一句一句的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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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樣 所以 它呢 是 平靜的 平和的 因此呢 它就是 平反的 平反的 是一種平 沒有高低 抑揚頓挫 或者是長短的這個陰訣 有那一些 高低抑揚頓挫 甚至加以配樂 這個呢 已經是第二役 第二役就是說 那個時候我們心浮起來了 那我們凡夫都有心 如果佛的話 他的心永遠都是平的 永遠都是平的 有一句話說 心平不渝 水平不流 水平不流 當我們不平的時候 就會叽叽呱呱 甚至呢 要去訴苦 抗議 在早晨的時候 心是平的 所以他練佛呢 也是一句一句 很激進的 又很清楚的 所以呢 就 沒有高低抑揚頓挫長短 感覺比較不那麼相應 那靜坐完了 這個心就平靜的 平衡的 那把這個心 把這個心 應用在日常 日常當中 同時呢 同時呢 這個 練佛的時候 也比較相應於 是 急靜的 那麼靜坐是這樣 拜佛的時候 也是這樣 一句一句 我拜佛的時候呢 拜下去 是練五句 南無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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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那如果走快一點的話,就會比較快 Namma Ami Da Vood 那這個我在驚醒練佛的時候 我會拿一串練珠,那練十句碑科 那那個時候就會比較反慢 Namma Ami Da V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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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句,就這樣 那十句多一顆 那麼這一串練完了 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千聲 一千聲 那麼這一種調,等於是無調之調 Namma Ami Da Vood Namma Ami Da Vood 那麼在這個七民國 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常住 那離開常住就是孤家寡人一個啦 那麼遺到親戚或者是認識的聯友 他們的親戚 他們的親戚往生了 那我必須去帶他們練佛啦 那我去帶他們練佛 我就感覺 什麼音調對他們來講 都會練得哩哩哩哩哩哩 因為他們出學嘛 所以我就用我的這一種調 那用我這一種調帶領大家 為了一字 所以又必須有拍結 有節拍 那麼六個字就分成四拍 那大家這樣練呢 都練得起來 而且呢 練久了也不會累 同時又覺得呢 練得很清楚 清清楚楚的 而且鋼腔有力的 鋼腔有力的 同時又很能射心的 就輕鬆容易練 不累 然後呢 清楚 鋼腔有力 又能夠射心 所以這個調呢 就是有這一個特色 那我就在這個 這個觀察大家的感受 我覺得大家對這樣的練法 都能夠相應 都能夠相應 而且都能夠很發喜 可是我觀察 如果是一般道場 他們已經有固定的調 或者是有一些聯友 已經習慣練某一種調的話呢 他來練我們這個 就覺得不相應 那不相應呢 檢討起來 是觀念的問題 先入為主的問題 也就是 人家都有各種調 你怎麼這樣的練呢 這個觀念的問題 那因為有這個觀念 卡在那裡 就好像呢 一條路 被石頭擋住了 被石頭擋住了 有了這一條路就不通 有了這個觀念呢 對這一種 練佛法 就比較不能夠接受 那一般沒有學佛的人 反而能夠接受 而且覺得很歡喜 覺得很好 是因為 他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那我們的學員 那我們的學員呢 剛聽到這個 練武的調字呢 也可以用虛心的 虛心的客觀的 先來接受他 然後呢 試看看 如果自己的感應 如果覺得不相應 那也沒關係 反正呢 也不一定要跟著這樣的練 而且呢 我們有 跟隨在某個道場 有固定的那個調字 所以大家呢 可以試看看 那有關這個吊也有幾個感應的事蹟 幾個感應的事蹟 那麼什麼感應的事蹟呢 大概在二十年前都是比較早期的 那個時候我在台南 住在台南 那麼台北 台北迴隆的地方 有聯友是女眾 她就跟我預約說 她媽媽現在已經住院 住院一段期間了 那麼這一種病是不可能好起來的 所以是在拖 再拖 那假設 臨終的時候 到了 希望我能夠到台北 來為她媽媽註戀 那我就說 好 那麼有一天 終於來到了 那一天早上大概八點 八點多 電話就來了 她說 我媽媽已經從醫院出來了 坐救護車 要回家 因為醫生說 你們如果要在家裡斷氣 那現在可以準備了 大概在這個十一點以前 應該就會斷氣 醫生就估計 估計幾個鐘頭 那幾個鐘頭 衡量起來就在十一點以前 那我一聽就說好 我現在就準備搭飛機上台北 那個時候沒有高鐵 那麼她家是在 不曉得是永和還是中和 忘記了 好像是在中和 那麼從松山下飛機 就坐計程車 找到她家已經超過十一點了 那她家是在二樓 那時候我想對方應該斷氣了 因為醫生這樣判斷 那麼等到往樓上的時候 就聽到對方在練佛 那是練什麼調呢 練這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那我一聽就覺得他們練的是有氣無力 那原來一進門 一進門一看 原來沒有靈友來助練 也沒有其他的師父來 是他們的家人 那他們家人是幾個呢 就那個女眾 還有他的先生 還有他的弟弟 還有弟媳婦 還有他的爸爸 就他這五個人在那裡練 那誰拿引慶呢 是這個女眾拿引慶 那練佛呢 是有氣無力 因為他們對這個佛號 還有對這個法門 也不怎麼深入 因為基督他媳婦呢 是基督教徒 那麼他們從來呢 也很少去助練 那麼他們第一次拿這個引慶 也敲得不怎麼好 那我一進去一看 他媽媽 他媽媽 當然是分明的啦 還沒有斷氣 還沒有斷氣呢 嘴巴在流這個血水汇聚 流汇聚 所以不要用衛生紙擦一下 那麼這個左手呢 是在抖動的 那我一看那個場景 一看她的媽媽 我一個直嘴 直嘴是在抖動的 所以我一進門 還沒有打招呼 我就把她的眼睛拿起來 我就開始 那當然師父來了 他們就跟著師父啊 就跟著我練啊 跟我這樣練 原來他們是練得有氣無力的 本來那個聲音 也是很輕快很好聽啊 可是他們呢 大概練不熟 而且呢大概也練得累了 所以練得很有氣無力 經過我帶領他們這樣練 南無阿密的呼 清除鋼腔有力 練大概呢 大概二十句 二十句 還是幾十句啦 沒有很久 二三十句頂多吧 突然間她母親眼睛張開了 而且呢 這個頭呢 本來是向右邊 就緩慢的轉過來 然後眼睛瞪一下 就表示呢 她被觸動到了 哎呀誰來了 所以張開眼睛轉頭 所以張開眼睛轉頭 向著我看 這表示她有反應了 有反應了 這個最後一陣子 乖神靠的 正式上的 十七十五日 ños闊 就是她的 而且他們有三個靈用的感應事蹟 那麼因為時間到了 期待下場分解